那年夏天 青花园中你的身影 是成功湖畔的一朵美丽 也许明朝分离 青花园中没有了你 是甜蜜回忆中一场唏嘘 而我为谁生悲 而我为谁憔悴 而我有时为谁在封城夜夜苦沉迷 只愿为你沉醉 只愿为你心碎 只愿有天能与你相会在青花园 祝福各位同学 蓬城万里 一帆风顺 首先恭喜各位同学毕业朝向人生的下一个旅程 不论是继续升学或就业 期许各位同学能持续培养 解决问题的人力与自学的人力 朝向拥有自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目标前进 各位同学大家好 同学间的聊天常常在说 怎么样找到一条CP值高的路 但是我有时候我也想 走条远一点的路 临间小径 可能也是别有一番的风味 期盼各位同学都能够找到 你自己的康庄大道 祝福你 恭喜大家即将毕业 虽然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还有期末考可能也还没考 但是经过过去这两年 或者是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家应该都学到了非常多 可能在第一次走在成功湖畔 跟女朋友牵着手 或者跟男朋友牵着手 等等这些回忆 我相信都会成为 各位未来重要的记忆 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在清华的所有的日子里 喜怒哀乐 也希望这些喜怒哀乐 可以在各位的人生旅途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要记得清华大学 恭喜毕业 恭喜各位毕业了 不论你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 期待各位带着清华园中 满满的收获与心得 成为一个自信快乐幸福的人 大家好 有一部关于清华精神的电影 叫做《无问系东》 里面有一句话 只问初心 无问系东 让我的感受特别深刻 在这个毕业的时节 除了要向同学们献上 满满的祝福 我也鼓励大家 日后不论在学牙 或者生涯上面 碰到任何的挫折 都要记得秉持初心 做足准备 迎接挑战 各位清华研究所的毕业生 首次后博士 我想进入了研究所 就代表你有一部分的 是对知数的一个热爱 那这种专业的自信 应该能够在你未来的工作 能够充分展现出来 你是经过清华大学的 一个学术专业的训练 所以带着自信 带着一个高兴的心情 走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 祝福各位 同学们支持毕业欢乐之际 请容许我提出郑重的忧心 未来的日子不好过 环境危机迫在眼前 人类社会的纷扰越加剧烈 清华的人的责任 既在福国利民 也应奸爱云云众生 我们共勉吧 上过我脑心课的同学 一定记得 我在课程当中一再强调 大脑是有高度的可说系 因为即使年纪大了之后 还是可以不断的学习 新事物改变大脑的网路结构 我想大家都一定有听过 一句话叫做活到老 学到老 但是这句话 倒过来讲更重要 这句话就是 学到老才能活到老 因为不断的学习 才能让你维持一个健康的大脑 希望大家毕业以后 都能够持续的学习 永保一颗年轻有活力的大脑 亲爱的同学 你们好 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 恭喜你们毕业了 那你也许在路上看到很多旗帜 写着一帆风顺 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这辈子不会一帆风顺的 OK 你现在要学会的是如何跌倒 然后再站起来 那要送给你们一句话 是陪着我很多年的一句话 就是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你在将来遇到所有的事情 大家都用正面的态度去看 你就会发现 一切真的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恭喜各位完成四年的学业 感觉好像昨天才刚上完 各位的如期设计课 那这是一个充满危机与转机的年代 我相信我们电机系的同学 都有非常好的创意跟能力 可以迎接世界的挑战 创造美好的未来 恭喜资工系应届毕业生 在各位辛勤努力的学习后 即将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在此勉励各位同学在毕业后 能秉持清华校训 及终身学习的态度 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发展 能耿成万里 首先恭喜各位同学即将毕业 每次毕业年里 我们都会听到市长们说 在校你以清华为荣 期待将来清华以你为荣 在过去三十年里 的确有许多我的学生毕业以后 在学术界或产业界里 都很有成就让我觉得骄傲 今天你们即将离开学校 要知道离朝后才是面对挑战的开始 支持群修化的环境 你们所要面对的竞争不仅仅是来自国内 来自对岸 甚至来自亚洲 还有来自全世界 毕业以后记得还是要不停地学习 要多观察 多阅读 多思考 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期待日后 清华以你为荣 下一个阶段的旅程 期待各位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的同时 也能够长保追求真善美的热忱与真心 更能够积极勇敢 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 能够长保细心与热忱 关怀他者的需求 更能够具有维护正义的勇气 做该做的事 说该说的话 如果你在世界闯荡累了 老师们永远在校园里头 等待你的回来诉说 如果你有欢欣喜乐的事情 老师也非常期待 你能够回来分享 祝福各位同学 毕业快乐 横城万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唇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我为谁伤悲 而我为谁憔悴 而我为谁憔悴 而我又是为谁在风尘夜夜苦成脸 只愿为你沉醉 只愿为你心碎 只愿有天难与你相会在青花园 只愿有天难与你相会在青花园